大家好 欢迎收看圈内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观众期盼千玺回归街舞 恐怕希望落空 网报阵容名单 还好有上一季两位优秀队长 千玺在出道之后参加过不少的综艺节目 她参加过的综艺中 不知道小伙伴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想说 这就是街舞吧 在舞蹈综艺中 千玺真的是发光发热 在这就是街舞中 千玺担任了两季的队长 她在这个节目组中 组了艺燃装置战队 带领着成员们在这个舞台上比拼 好厉害 好优秀 在这个节目中 千玺好有魅力 好多观众都看了节目后 知道了她的实力 被她圈粉了 这就是街舞这个节目 千玺的加入带来了好多看点 好多观众都喜欢看她了 观众期盼千玺回归街舞 恐怕希望落空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在上一季中 千玺因为形成的原因缺席了节目 观众们就只是在总决赛才看到了她 那上一季节目中 没有看到易烊千玺 好多观众都在期待 这一季节目中千玺能够回归 大家还是想看千玺在节目中再次释放魅力 然而恐怕这次观众们的希望又要落空了 近日小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爆料 这个爆料就是关于 这就是节目的队长阵容 其中就没有看到千玺的名字 网报 这就是节目四队长阵容名单 目前网上的这一爆料消息中 就写到了 这就是节目中担任导师的是 韩庚 张艺兴 王一博跟段一恩 这是暂时定下的阵容 大家看到这一阵容后是否满意呢 小编觉得可惜千玺不在呀 在第三季中千玺缺席了 很多观众都觉得很可惜 如今第四季千玺也不来 这让人有点遗憾 不能在节目中再次看到千玺对照 粉丝们难过了 不过想必千玺可能是真的有其他行程安排 档期跳不过来才会缺席了 不然他这么喜欢舞蹈 喜欢节目 怎么会缺席呢 还好有上一季两位好队长在 而这回千玺缺席让人可惜 但好在名单中还有张艺兴跟王一博 张艺兴跟王一博这回将回归 这一点观众很满意 在上一季中 张艺兴跟王一博都是第一次担任队长 但是他们俩都将队长当得很好 这队长很尽职 很认真 看了上一季节舞后 很多观众都希望他们下一季能够回归 期待他们再度当队长 这下看来如观众所愿了 而且张艺兴跟王一博除了很尽职外 他们的业务能力也很适合当队长 在上一季中 他们俩的舞蹈有多强 舞台表现力有多厉害 观众们都有目共睹了吧 他们俩就是天生的舞台王者啊 如此优秀的两位队长能够回归 选手们有福了 他们俩都是好队长 他们能够回归就是太好了 而且经过了上一季的节目录制 王一博跟张艺兴 这下会更加有经验 在新的一季中 带队会更加轻松自如 肯定会有更优秀的表现了 他们俩加盟 节目还是会很好看的 总之这两位队长要回归 小编举双手赞成 相信很多小伙伴也是一样吧 除了他们俩外 名单中还有韩庚之位老队长 对于韩庚回归也有很多观众满意 韩庚的舞蹈能力很强 也有当队长的经验 他的加盟 新的一季街舞会更加精彩 总体看下来 新一季街舞阵容还是不错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阵容 也值得追了 不过呢 目前这个综艺还没有正式官宣阵容哦 小伙伴们还是先谨慎吃瓜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在圈内娱乐 敬请关注哦